在90年代,九龙城寨被摄影师杰拉德为众发现 可为什么有很多建筑师、社会学家对这个恐怖之地充满了兴趣 它到底是反面教材还是一个乌托邦城寨 今天我们从建筑学来深究这个最不理想的理想城邦,九龙城寨 在不同时代不同地方都会发生一种 因为流入人口和政府纠纷而形成的一个无政府的灰色地带 而九龙城寨则因为它的位置、环境、文化成为了一个特殊的建筑群 也许是九龙城寨的复杂性,我们无法给一个准确的定义 也正因为如此,九龙城寨的内在魅力也启发着许多建筑师 如果要分类九龙城寨,那它一定是后现代主义建筑 复杂而有多样的功能,正如雷姆库哈斯在《癫狂的纽约》中写的 赤裸着,在第九楼戴着拳击手套吃着顺好 如此超现实的体验在九龙城寨也很常见 空间的高密度让小卖部、饭店、诊所、老人院、工厂 以及黄独独的场所互相交错 城寨中的功能布局与利用也到了极致 在城寨中,最底层最方便的地方用作工厂、座坊 往城寨中心则是公共的空间功能 比如饭店、大廊、诊所 为了躲避警察,黄独独的场所奔在二楼以上 有些穿插在居住区 楼顶则是搬看发空间 是居民享受阳光、休息的地方 而且,有些空间不止一个功能 老年妇女的家白天会作为托儿所 照顾城寨的小孩 白天的工厂在晚上会变成卧室 或者黄独独场所 或者变成小孩子做功课的地方 功能的复杂与丰富 需要灵活的动线将功能连串起来 九龙城寨的动线犹如迷宫一般 无数的巷子与走浪是九龙城寨的标志 从某一点到另一点的路径 有着无数的可能 每一次回家体验都可以是不同的 连接的走廊甚至不用回到地面 也可以在不同楼层穿梭 这与我第一期说到区民的结构设计 是同一原则 五等级的走廊有着很多可能性 管如一个压缩的城市街道上穿梭 并且功能与动线是居民自主行程的形式 所以动线具有效率高 丰富多样的特点 九龙城寨形式的行程也非常有意思 它的形成有如乐高积木一样 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长 自下而上的社会让建筑有机的自我形成 建筑体本身可以对住户日新月异的需求而改变形式 这也引出了九龙城寨建筑的内在魅力 在六七十年代 九龙城寨正值鼎盛时期 却不为大家所知 在建筑界同一时期出现了许多建筑思想主义 比如日本的Metabolism 他们关注建筑如何适应高速发展的社会 如何调整建筑的新陈代谢 由此他们提出了生物学的自我组织结构 有机建筑的概念 代表作就是中营胶囊塔 模块化的单元可随着需求改变而改变建筑 虽然Metabolism的运动存在于理论中 但没有想到的是 在香港已经成为了现实 而且没有建筑师参与 自身实践了理论 其实自下而上的建筑形式并不是理论 而是我们的过去 学者Rudovsky在1964年发表了 没有建筑师的建筑 它展现了早期群居建筑的有机形成 建筑本身是一个地理 环境 艺术 社会的完美合成 个体与个体之间存在的差别 但它也是一个整体 值得一提的是阿尔基尔城堡 它的体量的密度 建筑群的生长 建筑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关系 都和九龙城寨很相似 在近代 日本建筑师曾温延提出的集体形式 也有类似的研究 它提倡设计尺度 由建筑到城市的延续 并且强调建筑与建筑之间的关系 和思考建筑与景观 接到城市之间的关系 建筑不应该是孤立的 而是一个经济 文化 社会 政治 形成的整体 所以更深理解九龙城寨的建筑 我们更应该从城市设计的角度去理解 最适合解释的应该是简雅克布斯 他在美国大城市的私语声中 批判了现代城市设计 功能的分裂孤立 自上而下的城市更新 不尊重市民的需求 他亲身观察芝加哥的平民区 惊奇的发现了自发行程的街道 丰富的街边店面和服务 渗透在居民区里 邻里之间的关系也十分密切 在这个普通城市设计者 会觉得混乱的地方 雅克布斯则感到惊喜 兴奋 这样的区域不光便利 轻松 生活气息浓郁 而且犯罪率还非常的低 雅克布斯形容了街道 完全可以形容九龙城寨 这样的集体形式 他的社会性已经大于建筑体本身 那九龙城寨是怎样的社会结构 毫无疑问是无政府结构 但是不同于主流的无政府主义 这里是另一个无政府派别 一本代表作就是克鲁炮特金的互助论 他更注重社会发展 认为人类依靠互助的本能 能够更加达到一个和谐 自由理想的社会 在九龙城寨 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 居民不断的更新环境 从共享水源到共享养老院 完整的社会的建立 没有依靠第三方的介入 简单的说就是不能割扫门前雪 相比当今社会的人情冷漠 九龙城寨的确更有魅力 如果用一个哲学概念来形容九龙城寨特点 我想就应该是德勒兹的Ryzon 不同于传统树状组织的理解方式 Ryzon是根津植物组织的世界观 它不存在树干与树枝这样的等级 它更强调本地相互的连接 点一点之间的联系十分多样 就如九龙城寨一样 居民之间的联系十分紧密 没有特定的规则与结构 看似混乱的组成却十分的稳定 如果你砍断一个树根 树就会死去 如果你斩断根津植物 它会随之再生 当点一点之间的联系多样了 社会与经济结构也会随之完善 Ryzon在当代是对网络世界最准确的描述 很多未来的结构设想也是同一模型 比如区块链 九龙城寨无疑是具象化的赛博空间 而它在信息时代之前就已存在 最后我认为 九龙城寨的魅力在于 它可以让我们反思当今社会的另一种可能 然而作为建筑师 我们也应反思 谁才应该是城市与建筑的作者